這個非常驚喜了 因為我們的江湖 背山武漁武術 這個武術行隔山 剛好討論再用國語講一下 國語不太標直的語言 這個小石老師最近出墨魚駕魚很平常 但是這個也要分階段 讓他又出國 又再次整理關外出的時候 當然就又要好幾個月不檢查 我想詳細的情況 只要看你這個書 會有很多的 包括他那種生命的對話 或者甚至挑戰的危險 負責的危險性 那關你這樣的故事 我想你是那時候讓我個人非常想要了解 想要或者情話很多 不知道你是用什麼樣的情話來應定這一場講座 是因為你看的書 或者看的媒體的報導 還是今天晚上剛好的離處可去 這個我知道 但是看起來都很多生命狂 我們以前每個禮拜三這裡都一直有講座 演唱會看起來就很爆 可是演唱會看不見 那這個表示有機會 因為我們比較虛華型的那一種就很熱鬧 看起來今天是務實型的 對生命務實 對人生的一種熱情的務實 看起來你們是屬於務實型的 那在這樣的類型裡面很高興也不錯 會有滿多人會出我的意料 所以我剛才就開始收 書收掉 把那個桌子換掉 我想說如果再爆滿一下 我們再繼續把書 我們這個是很韓性的 爆滿到最多就是那個隱藏的 胡德烏再唱那個沖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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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很棒 整間書快要拿到不行 我們那個書幾乎不樂賣 都往地下室囤積 所以你到往地下室就可以知道 這個書店還情勢如何 大概可以理解 來來來 時間還沒到 再拖一點時間 那這個 還可以 拖寫是要上地板 那個遲到早會 或者都不會往後面走 看起來後面還有人 我繼續拖延一下時間 請你的援揚 也有人會抗議說 那個遲到應該要讓他全部見 所以要加速換轉 那 小時老師 這個很難得 他現在也是在我們嘉義縣登山協位 還是走到下室 不是在嘉義縣登山協位 豬樓啦 豬樓登山協 可以請他方野保護協會那個 來講一下 來講一下 好 這個我會類似小小子 來自各方的壓力 我一直引介 然後我這個實在是 那個一直考不到 那沒想到這個忠明 一個就是我們方野保護協會的秦會長 那個高很高 他夫人在此 叫做高精博 但是他們都很年輕 方野都很怪 那個明明的年輕都要講什麼 那個高精博 待會讓他來好好介紹一下 我們還有五分鐘可以拖延時間 那個很像記者會 不能提早 我們後面來的人會看 那他這個管理者 另外一方面的壓力就是誰 小醫師 有一個消光照醫師 他也是我們夫妻 常常在書店幫忙 墓墊 我們單槍壞掉 他就拿一台新的 所以不用換了 所以我常常希望單槍壞掉 他就會換一台新的這樣 然後那個 他就有一次常常愛你 那個 尤其他老婆 你這個外卡的書店 你請不到李小琳 你要包起來 他有壓力的在打 真的都沒有開口的請不到 這樣可惜 那為什麼 我想等一下 聽了之後 就可以理解了 所以這個 這一場真的是 故事 故事的開始 絕對不是那種 那個 像過去我們在談那個 帶你去玩的 或帶你去怎樣 這個會不一樣的情能 那詳細的情況 是不是 我們的高精博要出來 介紹一下 更不為人知的故事 更不為人知的 過去的這個小時 那個 過去聊聊 好不好這樣 高精博來歡迎一下 對 對家喻 貢獻也很大 大家都 真的 所以 今天現在是我跟你說 因為那個 我們是在聽演講 然後要介紹的人 應該算要一個 然後 然後 然後我簡單介紹一下 小石老師好了 因為小石老師他其實 他對 對三林就非常有 有向往 而且非常有熱忱 然後對於三的認知 也比一般人 就是更高這樣子 不是我們去滑山 然後 跟景兒一起 他是對於三的領略 三的那個 這個 包圍 都非常的清楚 那當然 他會來就是 一隻 夢寐 就是想要趴 就是台灣以外的高山 當然 生活中他在前幾年 他有趴過 然後 可能他應該非常的 一定會在這裏頭 那但是 我覺得我們還是把時間 給小石老師 好 好 待會他可能 他會再補充做說明 好 不好意思 謝謝 謝謝 好 現在開始了嗎 好 很高興有多機會 跟大家分享 我們就是 我三幾位的生命傳 這個是 我是在桃園文化裡面 講的 他都講好 只三個小時 我們這個開始 講一個半小時 所以 一般 主要是 可能 那些影片就是 一般都看不到 那電視台給我要 別人給他 他那電視台給我 很小氣 別人花錢 別人給我 但我再給我 給你講 都給你講 講個三十秒 到一分鐘 所以一般的 影片都在我自己身上 所以可以 我去演講 都可以給你 分享 像這張照片 是 這張照片是我 去年去爬 世界第八高度 在7400公尺 那對面這個地方 那都是西藏的群工 他是在 尼泊爾和西藏交界 那很少人跑這個地方來抬照 我去跑這個地方來抬照 跑7400公尺 那這個地方的 坦白就是這個冰牆 就是到7400公尺以後 到頂上是 8163公尺 那後面這個 可能是10萬公尺 後面來比他 18個小時 20個小時 但是我大概 然後去 走到這邊還是很危險 要下去到7000 到6900公尺 那坦白就是 那我到這地方來以後 我們學霸人有個習慣 你看這邊很多 藏門對這邊來掉 這個藏門剛好就是去年 韓國 韓國已經登山下 兩個登山下 就爬這個冰牆的時候 爬下去 又是這邊爬下去 那一個是爬到底下去 那一個就爬這個藏門盤邊 然後爬到我們來這邊 就把城堡割掉 下面就下去 下面大概1千多 1500多公尺 下面大概是一個爬到 然後另外一個 他生子疙瘩 變爬到那裡面去 然後這個藏門裡面 那結果他也是 沒辦法自救 還在去動死 然後經過一年 分學一概把他蓋過 但是我們上來的時候 一拍這時候的景色 那我們也在這地方紮魚 在坦邊紮魚 然後學霸人有個習慣 那紮魚紮完了以後 用舊的藏門看去挖 然後挖了瑞士刀啊衣服啊 可以換一點錢 因為尼泊王生活是很苦的 他一個 像一個年輕人去工作 一天大概是75塊錢的台幣 那到中國餐廳去打工的話 或去做廚師的話 算比較快 一定在一百塊錢的台幣 就孤日婦產的地獄 他們能撿到一些衣服啊 或者瑞士刀 去耐費 放一些可觀的會員 結果我們就去挖 挖到最後他們就叫起來 我就期待他們叫人 去看挖到一個韓國人的私底 不知去年 2010年爬沒有成功 在七千四地要摔下來的 這十二日裡面 那個人叫吳管祖 是韓國人 那他過去挺有錢 他那一點我2010年 我去爬那一年 他過去花了將近三千萬 把韓國純國爬過八千里以上 兩座里以上的 都爬起來 總共有八個 然後組成了一個登山隊 他就是一邊來踏這個馬拉斯木峰 四年第八糟峰 然後一邊就來找這個 胡芳獨跟楊青凡 結果楊青凡四十四歲 年輕人沒有找到 那胡芳獨找到了 再秒去 你的行為 甚至韓國人很高興 就是我給你介紹這張照片 我今天最主要講的 還是講我社母峰 2009年就把社母峰的事情 我裡面大概是新聞上有看 大概是我 我是背馬堡 馬堡上去去爬聖母峰 我爬著馬拉斯路峰也有背馬堡 就是說我有一個證書 馬堡也有一個證書 馬拉斯路峰是台灣第一個爬上去的人 馬堡也是台灣第一個爬上去的人 你到這裡也點了這個證書 最後有兩分 那這個照片 這一張就是 我去爬聖母峰下了之後 大概瘦了十幾公斤 然後我那個時候印象很熱 我總共爬聖母峰 2007年開始計劃去爬 前去訓練 然後2009年去爬 馬堡不然 爬短峰 然後大概把 爬聖母峰加起來爬了三百多萬 那我募單募了兩百八 那總是因為我算起來大概是不夠 所以說我就 因為我太當老師 他 我去信貸的話 大概銀行不理我 因為我沒有什麼收入 沒有收入 然後退休 退休會很過日子 大概銀行也不理我 因為我這個不可靠 那我太個人還在交出 所以說他去幫我去幹 貸了三十萬 然後我把那個鐵聖母拿掉 爬聖母峰去爬上去 你不幫他 我一下子很深刻 那我他在機場 因為他會答應我去爬 就是他認為我募不到這個錢 因為我是 在學校裡面 大教官退下來 那也在學校裡 教了幾天的書 然後退下的時候 也沒什麼錢 他想說 你可以募到這兩三百萬 募到這個錢 我就讓你去爬 他認為我說 你不可能募到 那我說你講的 我募到就讓你去爬 所以說我後來募到了 可以去爬 所以我一下子很深刻 他在機場 駐任機場 送我上規機的時候 我就看他跟他道別 跟他揮手 他也不想把手機場給我揮手 那哭也不是笑也不是一樣 就是我一下子很深刻 然後我把那個 他現在的三十萬 也沒留給他 是物件要蓋著 然後回來之後 他就有點生氣 他說回來之後 你這樣子看起來很像 就是扭浪漢 你也不要回家了 你直接去台北 台北橋底下 坐在那邊 他可以丟馬頭給你吃一下 我一下很年錢 就是這樣道理 這個是我在聖魔上面拍下來 這個是馬卡魯世界第五高峰 這個是我要說服的一個 做上一個目標 不要說說服 是前進他的一個 後年我會去爬 爬這一座山 馬卡魯世界第五高峰 我明年會去爬世界第四高峰 墨古峰跟世界第十高峰 阿納普納 因為這些山賴在國內 一般不大了解 在世界上 所有的登山家都在爬 所以說我去爬馬拉斯路 世界第八高峰的時候 告一道韓國瑞 韓國瑞你是台灣來的 台灣也爬這個山嗎 我說有阿 我說我就是阿 那他說你爬得上去嗎 我說我不曉得 我試試看阿 他有意不來看不起你 他說台灣人爬這個尾山 他就是這個意思 他說在你們2010的 有人來爬過阿 我們隊伍有回去講 你們被人爬上去阿 爬七千都不會爬到阿 他那種 這口氣很不屑 你知道嗎 我聽了我也很生氣 他來拜訪 我又不想拿喝茶 我就很生氣 不想招呼 結果爬完了 我運氣很好 我是第一個衝上去 到2011年4月29號 那天我去搭第四營以後 負責氣箱的跟我講說 你有機會衝上去 有24小時的好天氣 你要不要衝衝看 我就給他衝上去 那是很危險的 但是我覺得運氣蠻好的衝上去 成功回來以後 到基地裡 韓國人看到我就不一樣了 然後七次帶他們隊友 八個隊友 全部來拜訪我 拜訪我 然後坐了賴了不走 然後我就要泡阿里桑茶給他喝 他一口說 哇這個茶的那麼好喝 他說能不能給他一包 我就可以啊 因為那個雪怕很喜歡吃 韓國人的辛辣麵 我說你拿幾箱辛辣麵來放 他說一箱不行 我說一箱不夠 結果他拿了兩箱辛辣麵來放 我就給他四兩瓶阿里桑茶 韓國人後來對我們太多就被我們 他說到台灣來訪問 我說你竟然拿我為裁斷 這個就是世界第五超風 馬卡路 我在盛工庫上面拍下去 但我大概 我是也蠻想畫畫的 喜歡寫字 像彤雅書法這個字寫得很不錯 但是以我來評論的話 應該是差我一點 因為我做什麼事情啊 我在做什麼我都是做個半料子 但唯一寫書法我還是沒有提過 我對寫書法一直很有自信 因為我從八歲我母親逼我寫 我小去一下你深刻 老師問我說你最恨誰 我說我最恨我的母親 因為他每天逼我寫字 寫五十個字 寫完了以後天黑了 八九兩三你可以出去玩了 在八九那種地方 你八九你去哪裡玩 你去哪裡玩 各民必有機會去玩 就這樣寫寫 後來寫出興趣 他不必我寫我自己也寫 所以說 做很多事情都做了一半 就停下來 唯一書法 爬山的事情跟書法的事情 可以請教我 其他朋友請教我 我介紹爬了一些山 我是為了爬聖母方道 爬了很多六七千的山 我為什麼去爬六七千的山 因為就是為了省錢 因為你六千爬不上去 七千那個爬不上去 七千爬不上去 你七千爬了三千 八千大概就有機會 因為你爬八千多山很貴 我一爬個聖母峰 合准會是 他給我要三萬美金 就一個隊伍 我是一個的一個隊伍 要三萬美金 怕有個要討價 還可以討價還假 跟那個尼布爾觀光局 討價還假 購一個五千塊美金 但是我一個人要兩千五百美金 就是合准你去爬聖母峰 就花那麼多錢 那其他都不願意講 我2007年的時候 先去給你 我跟誰去呢 有一個叫尚文章教授 中山大學數學系的 實際上在去年 尚文章也跟我講說 你可不可以到弘雅書 去幫忙演講一下 這個是沒有會願的 尚文章 我說他邀請我就去 不是我不來 他沒有邀請我 我這個尚文章教授 他沒有邀請我 所以我沒去 他有這種事嗎 我說有 所以說那天 後來 今年 那個 蕭醫師打電話給我 我說當然可以 沒有問題 所以我就來講 因為 我在嘉義地裁演講是 在那個法院 跟法官講 大概在哪年前的事情 後來跟保護行政執行處 也講過一次 大概嘉義地裁 最先講過一次 這個尼泊好 大概市場裡面 生日跟我們差不多 那這個女生 我2017年去看到她 把她拍下來 2011年去的時候 她還在市場買東西 我沒有把她照片拿來比較 實際上 大了很多了 好不好都已經結婚了 那這個是尼泊好的 小孩子的 是說十五六歲都在流浪 然後你拍她照 你給她錢 不然她會搶你的相機 所以你這樣隨便亂拍 所以說 有些朋友說 她的兒子不讀書 我說很簡單 你花個八萬塊錢 那她去尼泊 流浪就一兩個月 但回來就會很用功 因為尼泊的國家很窮 小孩子不在 不在工作就在流浪 讀書的 俗在家裡房間很苦 這個小孩子 這個小孩子是十二歲 我去爬聖母門的時候 她不是背我的東西 她是背他們那些毛流 而願的木草 還有其他的東西 我跟她拿起來看 她也將近三十公斤了 我問她一天工資多少 還不到七十塊台幣 大概是一百多塊公里 一百多公里 然後我那天看起來很不忍心 看她很愁苦的樣子 我就給她三百塊公里 她高興了 嘴巴都舒服了 那 我給她照了好幾張 她在笑的 這張是沒有笑的 那這個大概十五歲 她是抱我沒背 她十五歲 她背將將近到四十 她以重量來算 她說她可以別那麼多 就是四十 她這才算 你看她手 她十五歲 所以她手 好像工作很久了 非常的遲斷 這是我去打聖母庚的 你看這個是 她靠能力背 你看她能力 她有那麼多 那麼多的剃掉水管 你只要背那種 所以她的眼淡 最多她們 那她上去都是靠那個 靠那個 靠能力 要不然靠羅隊 靠羅隊來 靠羅隊來 她每一個是 腳還是打四腳 每些打不了 又穿多一點 恩福啊 因為在台灣是很幸福的 他們這樣背一天才 一百多塊 在台灣 原住你背一天是三千塊 還不願意背啊 現在好像是四千啊 現在已經四千了 我們還不到越來背 這是人比人欺負十千 這個是 我去測虎溫的時候 調出的 可以看一下 是個女生 她也是背了很多 而且她的鞋子 都是自己混的 不混的 那個都是石頭啊 她也是見不如這個 她帶一個這麼高 這個 他不願意弄 他不願意弄 有很多挑夫 那他們那個基地 像這個基地 他們那個桌子啊 什麼都搬上去 那有人去爬那個 吉利馬達羅也是一樣 把馬桶都砍上去 那餐桌也砍上去 所以有個女生 我看中國時報 有個女生去爬吉利馬達羅 飛到最高峰嘛 然後她請了三十五個挑夫 一個女生請了三十五個挑夫 她說一個挑夫 好像一天的台幣不到一百塊錢 她請了三十五個 然後她讓自己享受一點 要她背紅酒都背上去 每天吃飯之前要喝一杯紅酒 那實際上那不大杯喝酒啊 然後要他們一大杯花 你還要桌子上來拆一朵花這樣 那要自我享受一下 吉利馬達羅 所以你們永遠可以享受一下 台灣公主上趟去 那不要去這種地方 去這種地方是太危險了 那蘿 蘿也是主要的藝術工具啊 就是太危險了 你看她蘿還要給她裝飾一下 那她裝飾那一隻蘿 她是身體 你看她身體是有受傷的 她已經不被弄一些了 她主要把她化妝一下 讓她到處都呆走了 因為她已經身體太累了 所以我連帶都給妳看比較快一點 多包含一點 那這個 這個 這個跳空含有按理體比較大 大概 40出口而已 她看起來很像5-60歲 那她腳那邊壓那個變形 那這次 那這次 裸隊 這就是說 呃 我這個影片是 我台馬拉斯部的時候拍的 就是 旁邊 就是旋版俏平 這個高度比較低 這個大概才1000多 但是 我們也沿著葡萄河兩邊走 大概走12天 就是 就是說 行李要靠羅跟人去揹她 有些東西怕被摔壞掉 靠人去揹 然後不怕摔了 就要羅 因為羅有時候會發脾氣 會把東西摔到生物裡面去 但她自己會摔下去 也會死掉 她跟人一樣有脾氣的 像我這次去爬 今年去爬世界第三高峰 我是請了三次頭羅 然後請了五次各挑 然後走15天才會到基地 然後到第12天 我們走到4200的地方 還有那個挑夫又下山 要挺高上挑夫 走4200飛到5500 那個挑夫是 一天是底下挑夫的 三倍的價錢 所以那個 混成生物靠胎 可以看這座山就是我2008年去爬了 它叫阿嬤到不了風 台灣人說阿嬤到不了 我去爬發現阿公也到不了 這座山就是 它選擇是阿嬤當不爛 它高度才6800多一點 但是它比聖母還蠻好 有聖母還蠻好 但是我心裡想說 我叫你去爬聖母 你爬這一座看看 你能不能爬上去 爬上去的話 應該聖母就沒有問題 當我爬到這個地方 那我去爬到 爬到這個地方 我手指的這個地方 大概6000 6200多 加近6300個地方 那邊有一個冰牆 你去看有一個冰牆 大概只有 有3、4層那麼高的冰牆 往外斜的 那我在爬的時候 因為我比較怕死 所以我就用雙勾法 就是 安全鋪 身上鋪兩個鋼 兩個鋼 它那個繩子搭好以後就是 我一個鋼子拆下去 鋼下一段繩子的時候 鋼入以後 把鋼子鎖起來 然後另外一個鋼子把它拆開 拆開了再鋼上面 然後突然到下一段的時候 就把沒有鎖起來 那繩子再去鋼下一段 所以動作很慢 我後面有個醫生 叫基瑪盧 有個醫生跟在我後面 他會覺得我叫我 實在動作很慢 很不耐煩 他就說你要慢就慢一點 那你就慢慢爬 然後12秒慢慢爬 然後他就抱著我 就跨到我前面去 他是單勾法 單勾 就一個勾 他就抓住我的身體 勾到我前面去 結果也沒有兩分 他就摔下去了 他剛好往外 剛好往外走 往外斜的時候 他還沒有勾到 因為往外斜的時候 他沒有勾到 剛好一個山谷裡面 一個噴射器有衝上來 就這樣下去 我看他下去 姿勢也跟老鷹一樣飛下去 到我前面這樣飛下去 那下面就1000多 那還可以看到 因為太陽很大 看到冰痕 冰痕 冰痕裡面一灘血 然後就躺在那裡 然後我第一次爬上 發現他說 有人在我面前死掉 那我感覺實在很不好 那我想到搞不好 下去就是我 那我就開始 這個聲音都聽不到了 機械式才一直往上爬這樣 想說發那麼多錢 就要爬到底 結果看到雪霸人在下面 就拉我的腳 他說我下去不要爬 因為我自己風很大 一會兒下去掉了 然後我之後就下去 我從6000三一直測 測到晚上 早上差不多9點多 一直測 測到晚上10點多 才會測到4000多 我看到雪霸人 就跟他家屬聯絡 跟金馬雷醫生 那個胖國的醫生家屬聯絡 說你先生摔死掉 有兩種處理方式 意思就是 就是我明天去叫喇嘛 來送金 把拉拉都丟到病棟裡面去 丟到裂系裡面 病棟裡面很多裂系 丟到裂系裡去 就了事了 那還有一種 他家屬問他 他還有沒有方法 其他方法 其他方法就是 因為失敗把它裝起來 然後找雪霸人 把他砍到基地裡去 然後用指針機把它載走 然後火化掉 拿骨灰 你先換眼睛 就是說 它的有供電價格 在那個地方 好像生命是可以量化的 所以很量一下 大概是 價值大概是死一樣 後來 我這個阿摩當阿摩當 爬完了之後 隔一年我去爬聖母峰 我就跟他登山故事講說 登山是我所用 那如果說 有意外的話 不要救你 很麻煩 也不要把他給家屬 我看不到 我說你去把我 聖經也把 拉拉拉拉 阿摩當冰河 丟到裡面去 你們是 開掉是500塊美金 應該沒有漲價 那我就給他500塊美金 結果我去爬聖母峰 結果好久不死 沒死了 那寫辦人說 500塊錢要還我 他就是 他不想打出來 他問我說 要不要還我 我說你不要還我 倒是先買一個 反正我去爬他們 就是包工程 反正有意外經驗這種方式 所以500塊錢先換一下 這就是阿摩當中 20080 你前面你再不要 這個是 社福峰的七便營 叫 開始的地方 這個叫 烏卡拉 這個是坐飛機到 如果說你從 家的馬國走路到這邊 要七天 那如果坐飛機 大概是一個小時 可以做到 這個地方飛機場是很危險的 那飛機跑道很短 但只有700公尺 那飛機降落 一定要在山邊的 最靠山邊的地方降落 然後快到山邊的時候右轉 那就不會撞到山邊 所以說我去爬 阿摩當不然的時候 有一架飛機在我後面 他就會不會過 就撞到山邊就騎我了 然後裡面18個速度就死掉 所以說你坐這個飛機 你不要去問他說 這個飛機造勢力多少 這海大體你不要去問 問了你會嚇死 不敢 不敢坐 他就是這種狀況 你坐到飛機 小飛機這邊開來不要去 像在馬祖座地方 以前也是這種小飛機 18人坐的 好幾次也是撞山邊 也是掉到海裡面去 是馬祖座地方 好幾次 那我回去就這樣 但是那個地方 每一點都有十幾萬人去走 還是很吸引人 對不對 它世界上是有名的 八條進行路線的起重一點 就是從這邊開始走 那這一張照片是 這個只是落魯坡 世界金色高峰 是我明天又去爬了 明天三億朋友去爬 我確定可以去爬 因為我以前已經入到了 那我明年是爬兩座 大概有五百萬 那我已經鋪了兩百萬 因為這座比較便宜 因為它基地有123 跟聖母有重點 我就建立四億跟五億 所以比較便宜 然後後面那一座 阿納普那 阿納普那峰是世界第十高峰 是比較低的 這座是世界第四高峰 高度是八千五百 第十六 那我第十高峰是八千里四十九 但是那座山很貴 因為它資源很少 你要自己去搭生日啊 什麼要請人 那很大 所以差不多將近三百萬 那我現在還在那裡 那坦白這個就是 這座這邊有一個就是聖母峰 它兩個是靠得很近的 這個就是阿納普那 這個很明顯 這邊有個冰牆上面 可以看得到嗎 還有島峰 島峰好像比較多人去跑 這個我在阿納普那上面 六千多都要往下拍的 這個都是界情的東西 這個是我晚上七點鐘拍阿納普那 在低波器沒有拍 這個是用 我總共帶來六台相機 這個是德國六一七相機 就是底片是120的三倍大 這個相機很重 你的鏡頭大概只有 16公斤 我還是把它卡上去 這個都是印加冰的 都是在一代區域 你們帶來看一下 這個是阿納普那裡的第一營 吉利營主這邊上來 主這邊上來 然後主底下這邊上來 到這邊就要用繩子攀上來 繩子攀上來 用石頭糞裡面 這個有地方在就不錯了 阿納普那裡的第二營 是沒有地方在 是因為 戰門就是掛在冰上面 因爲那個冰章 裝到冰裡面 把它吊著成 碎掉掉在那邊這樣 往上 小便當要小心 它吊到底下去 這是聖母湖的科目冰 這個就是聖母湖的 這個就是聖母湖的 我們在一起 這邊正確實